先把支架的连接杆装上 这个很简单 先把支架的连接杆装上 这是一个连接杆 然后把这个装起来 下面我们先把这四个方块装上 四个方块 固定好四个螺丝 然后把这个拿起来 从这边穿过去 穿过去 然后上到这个上面 好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 穿到我们的杆子里面去 先穿进去 然后把它锁紧就可以了 好 安装好后 我们把显示屏拿过来 这是我们的显示屏 显示屏 我们把它安装在螺丝 用螺丝把它给锁好 好 我现在是一直是操作有点不方便 好 然后 好 上上之后 把它挂着 把它上在我们的 这个很上面 这个支架杆上面 这就是把屏幕跟喷头 安装好的一个样子 下面我们来连接 它的数据线 好 现在找到它的数据线 好 下面我们要把这个喷头 先拿下来 先拿下来 这个喷头 喷头拿下来之后 我们先把这个传感器 传感器的这个 先上进去 好 上好了之后 再把我们的喷头放进去 好 OK 我们先把它锁紧吧 我们再把这个 我们的那个传感器的这个上上 好 我们把它紧固一下啊 锁紧固了之后 OK 然后再把我们的传感器 在上面这个里面去 好 首先我们把传感器拿下来 好 从这放进去 再把它上好 这是生色啊 看下生色啊 这个表紧 不要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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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现在把传感器 再连接到我们的机器一端 我们把它上好 这是生色 这个标记 不要上 然后把它插进去 好 把它锁紧 好 我们的一个传感器 传感器先把它上好 这大概是一个传感器的位置 下面我们来上这个高清接线 上好之后 然后我们把它要锁索 这个必须要锁紧 必须要锁紧 必须要锁紧 OK 好 我们这是一个头 首先要选择是HD1 现在就是我们安装好的一个状态 然后这一步 我们把那个 我们的充电器 再插上去 充电器这是一个缺口 现在就是整个大型的 好 所以 从来 水 小 已 实际上